外交部长西山穆丁近期可以说是形势低调 很多时候只对他掌管的外交部事务发言 但是每一次江湖吹风传出有关换政府 或者是换首相的传言时 西山穆丁都会成为焦点 尤其是最近政坛再一次暗流汹涌 他的名字也成为了被提起最多次的政坛红人 那么最近在社交媒体就疯传了一封 有关国阵成员党一致推荐西山穆丁 出任新首相的信涵 结果引起了高度关注 这封信涵的内容就指出 西山穆丁已经掌握到了足够的议员人数 以竞见元首 然后向元首表态 国阵最高理事会已经是达成共识 要推举他成为大马的新任首相 信涵中还提到 西山穆丁一旦宣誓成为首相之后 将会成立一个首相顾问理事会 成员就包括现任首相穆有丁 前首相纳吉还有马哈迪 这封信涵也附带了新政府的内阁名单 18个人的内阁名单当中 阿兹敏出任第一副首相 然后伊斯麦沙比里就会出任第二副首相 到底这封信涵是真是假呢 对此 西山穆丁已经透过推特发表声明 是严重驳斥了这个消息 并且表示这是具有恶意的政治煽动手段 而目前他已经针对这件事情报案 交给警方来处理 针对在社交媒体疯传 国阵成员党一致推举外交部长 西山穆丁出任新首相仪式 西山穆丁的政治秘书哈菲兹 今天前往吉隆坡金马区警局报案 哈菲兹在报案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这封信涵充满不实的内容 就连签名和盖章都是假的 哈菲兹补充 警方已经记录在案 并将进行调查 揪出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